寺庙也进行封庙或拆除 最近中共江苏省竟以一封一俗的理由 拆毁了5911座土地庙 评论表示 中共的这个举措是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大陆新京报4月15号报道 江苏省高游市在26天内 拆除了当地5911座土地庙 高游市委官员说明拆除土地庙的理由是 土地庙占用土地 祭拜香火影响环境 而且土地庙属于民间信仰 与宗教没有直接关联 为一封一俗 所以进行拆除 美国华人基督徒公益团契创办人 刘仪牧师表示 在以前所有汉人居住的地方 大多数都供奉土地庙 农村更是如此 但在文革的时候 土地庙基本上都被拆除了 刘仪说 有些民间信仰 以根深蒂固地 深植于汉人的社会当中 比如大陆沿海地区 以及台湾对妈祖的信仰 土地庙也是如此 一般都是民间自发兴建 这对于当地的民众 会起到心灵寄托的作用 但是中共担心 这会使民心不再向共产党靠拢 所以他要严厉地去打击 这些民间信仰 远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李文华也表示 在中国民间对土地公的信仰 已经有久远的历史 中共以一方一俗的理由 拆除土地庙实在荒谬 高游市委官员对其他大陆媒体说 至于拆庙腾出的土地 农村以富肯植树为主 城市则用于建设市民公共空间 李文华认为中共在做任何事的时候 都会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据官方资料显示 高游市是江苏扬州的一个县级市 也是世界遗产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有网民不认同中共所为 发帖表示 一 土地庙是村民集资兴建 是农人最重要的精神寄托 二 一般土地庙都远离民居 对周围居民影响有限 甚至有家庭争着将庙 修在自家边上 以期更多的神佛保佑 三 绝大多数土地庙都非常简陋 而这种一刀切的运动 失去的是民心 对于佛寺道观的破坏 中共自建政以来从未停歇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网络媒体 寒冬杂志17号报道说 自2018年新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以来 中国有大量寺庙遭到查封拆毁 中共以未申请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或违章建筑的理由 查封拆除了许多寺庙和道观 仅湖北省阳新县 就有100多座庙宇被查封 中共一政府官员在封庙时说 现在中共要整顿宗教信仰 要所谓打黑除恶 没有办理政见的庙 不合法 必须封门 李元华表示 由于中共不是合法的政权 他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维护专制极权 在打黑除恶的名义下 他可以为所欲为 因此他不会在意采用的理由 是否合法合理 对于宗教信仰的迫害 甚至对于民间宗教信仰的反对 都说明他的政权是非常不稳定的 在一个正常的 一个稳定的社会当中 是允许各种的宗教 各种的信仰存在的 有网民语重心长地说 只要党存在一天 他就会极力阻止人心 有善良的寄托 李元华认为 中共饥饿引起民怨 他是在培养推翻自己的掘墓人